又到了山海气象时间了 明天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 哪外 是的 亚鳳 各位观众朋友 来一会儿大家晚安 从这个礼拜开始 除了中部地区之外 各地几乎都是在 阴有雨的天气形态中度过 同时也伴随着 瞬间性的大雨发生 特别是在北海岸 宜兰还有南部地区 不过好消息是 今天降雨的范围 已经比昨天来得少了 而其实这几天 也因为下雨的关系 日夜间的温差 是没有那么明显 不过有一个现象 是一直没有变的 就是早晚的温度都是偏凉 其中在我们高海拔的山区部落 感受上就偏冷许多 所以提醒在山区活用的观众朋友 如果等等要出门 衣服记得多穿一点 至于明天的天气如何呢 我们就先从第一张的卫星云图 一起来看看 明天的天气情形 因为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 不少人一定都等待着 这个好天气的到来 从卫星云图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就是一个热带性地气 而且就在我们附近 而这一大片云系就是低压云系 而今天我们就是受到 这些低压云系的影响 所以才会有降雨的发生 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些低压云系 持续地再往东北方向来移动 未来会逐渐地远离我们 我们的天气也会慢慢地好转 而明天的天气 在中南部地区会先率先地好转 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云尘不厚的话 还是可以见得到阳光 而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台东地区 因为是处在这个阴风面 所以还是会有降雨的发生 不过降雨的时间跟范围 也都会逐渐地减少 而这几天也因为这个降雨 比较多的关系 山区的土石含水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提醒在山区活动的观众朋友 或是有心经危险路段的驾驶朋友 一定要多加注意 会有这个落石或是摊坊的情形发生 另外我往台湾的东方来看 这个就是墙壁台风 持续地再往东北东的方向来移动 未来会持续地往这个方向走 也会远离我们 对我们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而至于温度上的变化 我们再重新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一起来看看 明天在温度上的一个表现 从地面天气图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热带型地区 而目前是催一个 东北风的风向的一个季节 加上这个热地压存在的关系 附近的等压线很密集 表示风力很强 所以首先要提醒 在海上之类的船只要多加注意 因为这个风力强的关系 海面上的风浪也会跟着转大 预估明天最高的浪高 会超过两公尺 所以在海上之类的船只要多加注意 另外这个东北风 目前还是把这个冷空气带了进来 所以明天这个早晚的时候 温度都还是偏凉的 虽然白天的时候温度会回升 预估在平地地区的最高温能 会来到28度 不过就是要注意早晚是偏凉 而在我们高海湾的山区部落 温度会降得比平地地区来得低 预估在嘉义的阿里山 明天的最低温能会下降到11度 所以山区活动的观众朋友 保暖的工作要做好 就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你整理的山海奇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星期天之前 各地的天气一天会比一天好 降雨的情形也会越来越缓和 不过在温度上 目前早晚都还是偏凉的 山区的温度会降得比平地地区来得低 大家保暖的工作要做好 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你有美好的夜晚